盛州小吃三宝除了炒年糕、炸面 还有一宝是小笼包 说到小笼包 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杭州小笼包 这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起初一些小笼包店铺经营者 在全国各地开店时 因盛州离杭州较近 便借助杭州名气打出杭州小笼包的名号 凭借鲜香的口感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杭州小笼包逐渐红遍大江南北 于心寒的爷爷在黄泽镇卖小笼包 养活了整个家庭 他七岁起跟着爷爷学做小笼包 爷爷不想让他长大后出外打工 担心受人欺负 一心想让他继承小笼包的手艺 但是做小笼包起早贪黑太辛苦 父母不想让他卖包子 爷爷去世后 于心寒的父亲和叔叔都继承了爷爷的手艺 分别开了自家的小店 父亲因为劳累 腰椎颈椎并变 二十三岁的于心寒就承担起了整个小店的生意 这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 她坚持了下来 直到后来谈朋友 结婚 爱人也和她一起打理小店 店虽小 却在整个小镇颇有名气 于心寒的小笼包销量最大的是黄泽豆腐包 这是盛州小笼包的一大特色 爷爷做豆腐包时用的是粗豆腐 于心寒进行了改良 选用当地的内脂豆腐 把猪后腿肉剁碎 和豆腐搅拌一起 为了尽量保持原味 调料相对简单 只放味精 蚝油 辣酱和熟菜籽油 爷爷流传下来的手艺 肉要先进行腌制 再和豆腐拌在一起 这也是黄泽豆腐包的传统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包腌制的肉味偏重 于心寒就尝试着改变爷爷的手艺 用鲜肉活馅 重点突出豆腐 却又能吃出肉的鲜 他又从女孩不喜欢肥腻的角度考虑 避免使用肥肉 所以这才选用了猪后腿肉 改良后的豆腐包赢得了小镇人的喜爱 于心寒把这种方法告诉了叔叔 但叔叔依然坚持使用爷爷传承下来的腌肉方法 包子皮软硬得当 全靠多年手感经验 太硬不好吃 太软 包子没行 和面十分钟 饧面十五分钟 每次和面不能多 以防没来得及用完 导致面发酵 影响口感 活好的面揪成小剂子 大小均匀 全靠长久锻炼出来的经验 豆腐包的死面皮 不同肉包的发面皮 一定要薄 还要注意不能破 于心寒尽量把控 每张面皮厚度要均匀 避免厚薄不一 每天赶七八百张 于心寒的手指螺纹膜的早已看不清楚 方莉莉是于心寒的闺蜜 父母一直希望她能有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她却辞掉工作 学起了做小笼包 开明的父母没有阻拦 而是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 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于心寒继承爷爷的事业 开的是门店 方莉莉没有开门店 而是开启了一个小笼包公司 主要通过网络冷冻销售 豆腐包 豆腐包刚出笼时最好吃 必须现蒸现卖 每次提前包好食笼 二十分钟内必须蒸掉 豆腐包三分钟即可蒸熟 所以客人吃到的都是刚出笼的包子 刚出笼的豆腐包 像吹足的气球 饱满充盈 但很快就会塌陷下去 所以必须赶快吃口味最好 一口下去 皮薄但却筋倒 豆腐馅一满全口 汤汁顺喉而下 盛州人喜欢把包子称作馒头 豆腐包也就称作豆腐馒头 这同样是盛州人永远的最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